有局櫃台前男子冲着承办人员 破口大骂 不断抱怨为什么动作这么慢 其他民众都在櫃台依序排队 男子却不顾旁人眼光排足标骂 说自己有证照 还指责女员工 拿我们的钱动作还满吞吞 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闹得这么僵 原一号上午 这名男子到高雄的邮政总局 想开公司户 但他证件没带齐根本办不了 有证人告之后 男子一丝不满等太久 竟然失控骂人 他刚好就没有带到他的印章 印章是必备的证件之一 所以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可能顾客比较急 所以说一直就没办法办的话 他情绪就上来了 当场就用比较严厉的声音 来责骂我们的军办员 没证件就是不能办 男子灵贵大闹 也让游戏人员很为难 男子失控骂人的样子 被拍下po网 也让很多人替游戏人员暴躯 毕竟年节前夕游戏繁忙 希望大家都能多点同理心 既有陈文黄佩如 高雄报道 感觉好 好 我